歡迎聖誕突發奇想 我是安又齊 台北市在柯文哲的任內 竟然成了柯文哲個人的法族界 只要市長有好處 隨時都可以割地讓利給財團 而現在這些大財團的工程 一個接著一個出包 但讓人很詫異的是 他們的態度卻一個比一個還囂張 是吃定蔣氏府 拿金華城的土地 梅哲不敢停工嗎 是吃定蔣氏府 就算這個遠雄在大巨蛋的包廂 有VIP的特權包廂 蔣氏府也沒轍嗎 尤其是遠雄竟然還嗆這個蔣氏府 說不要拿社會責任來情惡我 如果大巨蛋的盈虧 北市府沒有辦法負責 你們就不要給我介入 我愛怎麼營運就怎麼營運 而昨天忠實話帶著鼎月出來 開記者會的時候也說 這些工程我只能夠設法讓它安全穩定 意思是我不能保證它安全 除非你們就不要扣押金華城的土地 那這一些大財團為什麼這麼囂張 因為合約都是柯市府的時候簽的 那柯文哲到底是怎麼養肥這一些財團的呢 這背後流動的到底是多龐大的利益呢 而現在民眾黨開始疏導狐孫散了嗎 居然有黨工拿著民眾黨的資產去變現 然後被發現的時候錢都已經花光了 可是民眾黨可以追究嗎 因為柯文哲也把錢塞到自己的口袋裡 那這個要不要先追究柯文哲呢 更誇張的是這個上行下效也就算了 現在民眾黨居然還要辦小草音樂會 是要最後一次割韭菜出氣木可的庫存嗎 好 先為你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資深媒體的丁學偉 各位大家好 財經專家姚慧珍 尤其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的康仁俊 尤其好 大家好 民進黨台北市議員顏若芳 尤其好 大家好 民進黨新北市議員卓冠庭 尤其好 大家好 財經專家邱米寬 尤其好 大家好 國際戰略學者林廷輝老師 尤其好 大家好 好 先來看到的是 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的大戰 真的可能要挺我了嗎 因為以色列真的太恐怖了 再一次的斬首哈馬斯的領袖 斬首成功 而且這次不一樣 這一名哈馬斯的首領 就是當初對以色列 發動棋襲的罪魁禍首 所以這個就請教敏寬 真的現在看起來 平火有望了嗎 哈馬斯的第一領導人辛瓦 真的讓以色列給料倒了 而且這當中 還幾乎是實況轉播 又起以色列真的是高科技 發生什麼事呢 哈馬斯的第一領導人辛瓦 真的讓以色列給料倒了 而且這當中 還幾乎是實況轉播 又起以色列真的是高科技 發生什麼事呢 這次先跟各位談一件事 辛瓦長期的一個逃亡 躲過十多次以色列的一個追殺 所以據傳他只剩一個眼睛 腳也不能夠走路 然後十根手指 據傳只剩六根 然後當攝影機 第一個先去把那個房子 給炸開的時候 全部都是淹塵 然後突然間就看到一個人 孤零零的就坐在那裡面 還很兇喔 請各位注意看 他還拿一根木棍 他只剩一隻眼睛喔 但是那時候他已經中彈了喔 對對對 他還拿著木棍 他還拿著木棍 還去丟無人機 然後丟完無人機之後 後來以色列就確定了 這個人應該就是辛瓦 不敢靠近 不敢靠近 後面是用一顆爆彈 進去之後 砰的一下 把這個房子都倒塌了喔 倒塌完之後呢 他們還先等 為什麼要先等你知道嗎 後面他們去檢查 辛瓦的遺體的時候 嚇一跳 喔 怎麼說 辛瓦那時候呢 不是丟了整個木棍丸嗎 對 尤其他手中還握著一顆手榴彈 所以你不小心把他們的 屍體翻過來 那個手榴彈會爆的 還好去的是無人機啊 沒有錯 所以後面呢 以色列他們就確定了 經由DNA 經由所謂的齒文 經由所謂的身形之後 完全的整個判讀 確定就是辛瓦 所以呢 現在所有的戰犯 全部通通回整個天家去了 那現在秘密聚所被炸開之後呢 現在重點來了 現在大家都希望說 好啦 那該爆的仇都已經爆了 再來最重要就是 人質能不能夠獲釋 所以呢 拜登就說了 這是一個美好的一天 恐怖分子是逃不過制裁的 目前賀錦麗呢 他也希望能夠 在這個地方錦上添花 賀錦麗如果這一波 中東能夠停火的話 賀錦麗會是最大的受益者 會是最大的受益者 因為哈馬斯現在領導班子 幾乎都被團滅了 但現在今天紐約時報 在整個最新一期 他有說 後面還有五個接班人 據傳辛瓦有個弟弟 有可能會出來 還敢接班喔 還敢要出來 他們其實勝戰式 就是要打到底嘛 那現在第一個 能不能夠上所謂的談判桌 來談停戰的一個問題 第二個人質能不能夠獲釋 現在是移除了 整個一大的一個障礙 但沒有想到 昨天除了新瓦斯頭條之外 川普這個讓大家都嚇一跳 現在選舉 選舉已經剩十幾天了 已經到最後的決戰日了 川普最近在拚 所謂的女性的一個選票 福斯特別一趟路 把他請去 請去了之後 川普坐下來大爺不慘 他說什麼呢 他說我是體外 人體 人工受精之父 把所有的婦女都嚇一跳 你到底是說你有贊助 還是說你們共和黨是支持 因為現在川普的婦女選票 據傳跟賀錦麗一差差了十萬八千里 差十多趴 差十多趴 結果後面賀錦麗就有人去訪問他 就說談論到整個這則新聞 連賀錦麗聽到之後都不小心笑出來 非常有趣的一個鏡頭 但川普現在他先包牌了 跟上次一樣 他就說如果是我輸了 就是他們作弊 那為什麼要先包牌呢 現在大家有點看不懂了 現在就是支持者越來越極端 支持者越來越極端 那目前以賀錦麗來說全國的民調 賀錦麗目前小贏3%到5% 但現在重點不是在全國民調啊 現在重點是在所謂的搖擺州啊 那搖擺州到底票會投給誰 各位別忘了喔 上次希拉蕊的選票還是比川普還多喔 希拉蕊還是輸了嘛 而且重點是大家舉一舉算一算 川普還真的是有能力 各位記得嗎 納坦雅胡不是一趟坐專機 到了整個華盛頓去嗎 見完了拜登完之後 跟拜登說完 然後跟拜登握完手就說 我先告辭了 我要到佛羅里達州 海湖穿原去看川普 那次大家突然間嚇一跳 各位都知道 看到最近整個以色列的一個動作 納坦雅胡是多狂妄的人 一趟路都跑去看川普喔 結果最近另外一件事情 讓大家也嚇一跳 發生什麼事呢 最近歐盟啊 因為現在各位都曉得 我們現在的生活已經離不開Google 生活也離不開蘋果手機了 所以簡單的說現在歐洲就說 你們這兩間太大了 太大了怎麼辦呢 太大你們就是所謂的獨佔 那獨佔要怎麼辦呢 罰錢 那罰錢呢 這個罰款罰下來 據傳是天文數字啊 起跳是50億美金 據傳最高可能會一拉 拉到200億美金到300億美金 好現在呢對於庫克來說 庫克是急得不得了啊 庫克急得不得了 尤其你知道他電話一趟打給誰嗎 川普 竟然是打給川普 庫克熱線去求救川普 那為什麼呢 川普如果到時候真的上去當總統的話 這件事情川普解決得了 所以呢庫克 憲哥哥會說庫克 庫克是何許人也啊 蘋果的總裁耶 那現在呢想不到呢 除了庫克 除了包括剛剛的那欄雅湖 連現在的熊貓都出現問題了 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各國陸陸續續的都在退熊貓嘛 歐洲也在退 包括了加拿大也在退 那養熊貓真的非常非常貴嘛 最近呢 中國真好心 四川特別找了兩隻非常健康 非常可愛的熊貓 一隻叫保利 一隻叫青寶 租借 我先說不是送哦 租借 租借到美國去 而且租借到美國去了 到了最重要的地方華盛頓 然後呢現在呢要隔離一個月 好多人這時候看不懂啊 不是美國要大選的嗎 怎麼會這個時間點突然間又駐借的熊貓給華盛頓呢 原來中國也頂不起這個鍋 也扛不起這個鍋啊 發生什麼事呢 不是美國要大選的嗎 怎麼會這個時間點突然間又駐借的熊貓給華盛頓呢 原來中國也頂不起這個鍋 也扛不起這個鍋啊 發生什麼事呢 他們現在就算第一個中國要美中關係科技戰也好 貿易戰也好 美國能夠慢慢的坐下來談嘛對不對 那現在川普很硬啊 現在川普很硬是說 川普現在喊到什麼地步呢 現在川普喊到說電動車如果他真的生氣的話 墨西哥的一千趴 各位我聽到這個我連我都頭皮發麻 一千趴的關稅誰受得了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川普正是在喊話 川普是在喊話 好現在問題來了 兩邊還在選 趕快送過去兩邊不得罪 萬一選後再給 萬一選後再給 真的是川普選上 那就是你就是看好川普你才後面給了嘛 你不是又把民主黨的人又得罪了嗎 現在想討好川普巴結川普啦 對沒錯 所以簡單的說 政治是一個非常細緻的一個學問 好 談論到政治是一個細緻的一個學問 就要來談談前總統蔡英文了 蔡英文總統在這次歐洲的一個訪問當中 四平八穩 現在所有的行程全部都走完了 該見的人全部都見了 但又起我嚇一跳 這次去訪問布魯塞爾的歐洲議會的過程當中 八十個議員出來接 各位八十個議員出來接 然後現在還有一個新的一個傳聞 就是說也有可能在美國大選之後 蔡英文總統會代表民間 這句話很重要 蔡英文總統代表民間 來訪問美國 一而再 再而三的出去 我們要讓大家知道 臺灣是一個重要的一個地方 但現在最重要的是 美國的選舉要怎麼走 但現在大家都非常的擔心 但是也非常有可能 川普如果真的當上了美國總統 全世界可能又要翻雲覆雨了 不過美國大選現在選情 確實很膠著 因為以前民主黨的鐵票區矽谷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科技人 據說現在純純這個躍躍欲試想要轉投川普 所以就請教廷輝老師 你看像這麼小氣的馬斯克竟然都捐了超過二十四億給川普 可是當然美國也有專家說呢 其實川普上任之後第二任 可能會祭出史上這個最高的這個進口關稅 那可能會影響到全球的貿易 當然臺灣也會受影響 而且川普突然批評 說你根本就不應該去打這場惡務戰的 所以大家也會擔心 那他對臺海的態度會是什麼 那老師的看法呢 幾個事情我們不要釐清 第一個就是說 澤輪斯基他非常害怕川普當選 因為川普一當選的時候 他可能在拜登政府內內 拿到了這些美元 不僅是要還錢 還有可能後面還拿不到錢 所以為什麼呢 因為川普就罵澤輪斯基 說你是一個非常好的行銷員 為什麼 每次你到美國來 就回去就一大堆錢就送給你 那到底你是一個什麼樣的售貨物 所以其實川普非常討厭澤輪斯基 那為什麼討厭呢 其實就是在2020年的時候 就結下了冤仇 為什麼這麼講呢 2020年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他們兩邊 在這個選舉的時候 就是拜登跟川普在競選的時候 川普一通電話打給澤輪斯基 說你把那個拜登 跟他的兒子 Hunter Biden 在你們烏克蘭裡面有投資 跟你們怎麼樣合作 這些相關的黑資料 全部給他 結果呢 責輪斯基拒絕 你知道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可能拜登上台之後 要回報責輪斯基 所以就責輪斯基 你要求什麼 我就幫你 幫你什麼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就川普就說 你那時候黑資料不給我 那現在來講的話 你要 你接下來 我可能會當選 我接下來就來叮你 換我修理你了 對 換你修理你了 可是責輪斯基那時候 誰敢押寶啊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他們是私底下就有仇了 那私底下就有仇了 跟台灣的模式不一樣 不一樣 這個川普知道台灣很有錢 但是川普跟我們台灣 只有這個郭台銘有仇而已 其他人就沒有仇嘛 對不對 因為你說要投資 威斯康辛 結果後來也沒有什麼 怎麼動靜嘛 所以現在 其實喔 川普要看個人 他本身來講 他跟每一個不同的領導人 他狀態是怎麼樣 而且他心裡自己有數 到底哪個東西是優先 哪個東西是其次 那你看到最近來講 朝鮮半島非常緊張對不對 但是他跟金正恩關係不是不錯嗎 對不對 會不會當選之後 你看到現在各國都在亂 鬧成一團的時候 都在拜登政府鬧的啊 那拜登 你只要各個地方越鬧 鬧事的話 事實上對川普的選舉 是越有利的 因為川普都在告訴美國民眾說 只要我在的時候 不會發生戰爭 那這句話 其實就美國人來講的話 他聽了下去 就讓他做做看嘛 說不定所有戰爭 全部都停下來 不一定啊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所有看到的 你看到國際社會 目前奇奇怪怪的現象 都跟美國選舉是有關係的 那所以就話說回來 現在馬斯克 馬斯克本來也是支持 跟民主黨關係也不錯的啊 那為什麼後來就倒到川普這邊來呢 其實還有包含這個矽谷 你知道矽谷他在加州嘛 以前這個賀吉利不是在擔任 加州的這個官員的時候 把加州現在搞亂 一段成一團 其實他們的矽谷人 也對賀吉利私有些意見的 另外一個概念就是 因為馬斯克本身來講 有很多很多的這個科技界的朋友 那包含那個PayPal的這些創辦人啊 他們都開始支持川普了 那為什麼會這麼做呢 因為其實他們都看到商機啊 什麼商機呢 川普上當選之後 可能對馬斯克 對這個太空事業是要花錢的 如果美國政府不支持的話 其實SpaceX來講的話 實際上是沒有用的 但是你看到前幾天來講的話 那個筷子夾住這個回收火箭來講 不是讓美國心裡非常振奮嗎 這就是振奮人心來講的話 就是美國政府要投入在這種試驗當中 但是這種試驗是燒錢的 那你川普來講是支持的啊 所以像馬斯克這一種 看到是未來 看到未來他的商機 所以就是說他現在在賓州啊 不斷的要辦好幾場的這個說明會啊 座談會啊 都在挺川普啊 那自己又捐錢啊 成立一個什麼樣的公司 又來那個背後來挺川普啊 所以他做這件事情啊 我們說他很小氣沒有錯 但是他做這件事情 背後來講都是為了川普當選之後的 他一連串的商機割演 那是天文數字啊 對那個回報來講的話 你看太空事業真的是 那真的恐怖啊 不是沒有錢人在玩的 是有錢人在玩的東西啊 那另外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在賓州的這個催票 我覺得啊 因為賓州有19票的選舉人票 那現在賀錦麗在這些 七個搖擺州當中 其實都蠻麻煩的 因為他的這個聲勢來講的話 現在川普是一直在往上爬 如果這個趨勢不變的話 一直到了11月5號來講的話 真的就如外界預期的 包括現在賭盤喔 兩邊來講差了20多趴 就是代表說川普贏的機率 是比較大一點的 所以現在 如果大家壓對保的話 企業界壓對保的話 這些川普可能會回報他們的 另外我們看到很多人擔心說 川普上台之後 提高這個關稅 剛剛明快也提到了 對墨西哥或對中國 要提高這個關稅 說真的啦 因為其實中國在1990年代 開始這個改革開放之後呢 到了2002年的時候 他進入WTO他承諾是什麼東西 就是說他也要減關稅啊 他也要貿易自由化啊 結果你沒有 你就是藏在WTO底下 世界貿易組織底下 然後運用了這種形式的發展自己經濟之後 反而把自己的東西促銷到全全世界去 那你想想看哦 你如果說你有到中國大陸去過 你應該很瞭解哦 你到中國大陸去買一些西方的一些奢侈品 比如說美國的是法國的 做的一些時尚的奢侈品來講的話 他關稅特別高 還有奢侈稅特別高啊 對 所以很多中國大陸的民眾都跑到香港 跑到澳門 跑到台灣來買這些化妝品不是嗎 對 那為什麼會中國大陸的那麼高呢 他不是本來進口的時候 本來成本就沒有那麼高 是因為中國大陸課稅課太高了 包含關稅包含內部的奢侈稅 那你現在美國只是說 用你的方法來對付你而已啊 對 所以川普我都不會覺得說 當然他採取這個孤立主義也好 或是所謂關稅保護主義也好 這事實上對自由貿易是沒有什麼幫助的 但是他只是以其人之道還之其人而已 就是以中國的方法我來對付你而已啊 所以你今天你在WTO 當時民主黨他執政的時候 讓這個能夠進到WTO 當然是在小布希的時候 2002最後確定了 但是那時候談判都是在克林頓時候啊 你民主黨讓他進來之後 結果你說要感化他 結果中國沒被感化 然後到處欺負人家 結果現在來講的話 頂多川普就用你的方法來對付你而已啊 那代表說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如果這個事情讓中國覺得說 我就是受到傷害了 那受到傷害你要不要改變 你如果中國一改變的話 當然川普的計謀就得逞了 也就是說這時候呢 就可以開始進行正常化的一個貿易做事 但是在現階段來講的話 川普要做這些事情 你是要確保他美國的國家利益 跟美國優先的一個利益 那這樣子的話才能夠定中國 才能讓中國做一些改變 而且習近平敢惹川普嗎 當然不行 不敢啦 當然不敢啦 中國大陸的學者都在研究說 到底啊川普當選比較怎麼樣 然後讓他進去當選 我說你們根本不用研究啦 基本上來講的話 川普上台之後 兩個都對你不好 但是川普的手段非常殘暴 非常惡劣 而且讓你無法預期喔 所以你也不要去猜川普要做什麼了 對 因為反正對你是不利的 別惹他就對了 是的 好但無論如何啦 選對人真的很重要 看看柯文哲八年台北市政之後呢 他所這個組建出來的 屬於自己的金權大帝國 用金流把他串起來的 這政商之珠王 那對柯文哲來講 我拿到好處就好了 我錢都收到了 反正我要卸任了 這個爛攤子丟給下一任的這個市長 那最後倒楣的是台北市民 為什麼呢 現在財團的嘴臉 天啊 出包以後 一個比一個還囂張 包括了遠雄 包括了這個威京集團 為什麼他們會這種態度呢 合約是柯文哲簽的啊 我們已經簽了合約啊 不然你是要怎樣 所以真的被慘慘吃死死喔 學位 柯文哲當了八年的台北市長 他當初講的就是什麼 先政治新氣象有沒有 讓台北市新氣象 可是看下來 八年的柯文哲 在台北市沒有留下 任何一條政績對不對 而且他留下一堆爛攤子 你知道嗎 搞了一個金權大帝國 說真的 現在台北市整個烏煙瘴氣 你知道嗎 所有的公共工程 你把它翻開來看 說真的臭不可聞 真的 你不覺得 真的都磕油油 對啊 都磕油油 他養肥的財團對不對 而且還把一些爛攤子 留給蔣 蔣萬安要去收拾 蔣萬安安就說了 他現在沒在燒 到底怎麼做都不是 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怎麼辦 你看我們先來解釋 你看 昨天忠實化為了精華城 這個案子跟頂月開發出來 開了記者會對不對 你不要看以為 昨天那個記者會聽起來 好像四平八文 好像很溫和對不對 我跟你說 昨天這個陳瑞龍 他其實就是怎樣 公然的威脅你台北市政府 真假 而且你知道嗎 他那個叫做軟中待硬 你看 他第一個是嗆什麼 嗆所有的銀行團 他說你今天就給他雨天收散 對不對 他先告訴你說 我忠實化 我的什麼財務狀況很健全 對不對 你如果不讓我把精華城繼續蓋下去 你現在給我雨中收散 把錢銀根給我抽回去的話 我跟你說要死 大家做得死 你看這個記者會就是怎樣 沈靜經在獄中操控 對不對 收藥境界有什麼用 我還是知道外面的任何情況 對不對 好 那誰給這個底氣對不對 中石化有底氣對不對 現在有底氣還不只中石化 還不只中石化 柯市府任那些柯友有跳出來 一個比一個搶 對 現在遠雄也出來對不對 還為了那個什麼 大巨蛋的VIP有沒有 料理包廂 他今天要給你搶對不對 現在講說有18間對不對 他現在只開放一間 給你台北市政府租用對不對 說裡面極盡奢華 對啊 吃到飽 對不對 飲料給你喝個夠 對 你看這麼奢華的東西 你好空的 你台北市政府不用想要來搶 對不對 為什麼 這大巨蛋 大巨蛋 問題是我遠雄企業 我在做盈利支援 這不是BOT 這個台北市政府講說 我現在BOT 我在B什麼 我在叉叉利利對不對 我今天我負責營運虧損 對不對 你今天你要來跟我分一杯 你要看我遠雄答不答應 對不對 還有這種事 當然對不對 遠雄公司就告訴你說 我今天大巨蛋雖然屬於BOT 可是依浪契約精神 當初我跟你簽的契約是什麼 我有錢決定說 經營與租刃方式 對不對 你公部門坐在那裡就奔就好了 對不對 你來跟他搶什麼東西 他說公部門既不用承擔經營風險 就不要介入廠商的營運 你又沒有承擔經營的風險 盈虧你不負責 你就不要給我介入 閃一邊去 所以他就告訴你說 什麼叫BOT對不對 我現在我來營運什麼 我要怎麼做 怎麼搞怎麼賺 我的事情 跟你市政府一點關係都沒有 當然台北市體育局跳出來講 BOT是公共參與嘛 你要跟住民間參與的公共建設 對啊 所以你要追求利潤之餘 你要負起社會責任 對不對 什麼叫社會責任 我說真的 遠雄就跟你說 你不要再跟我情樂 這個叫情緒勒索 對啊 大家如果職不好使 職不疼對不對 大家就依照契約內容處理 那這個契約誰簽的 我們就柯文哲簽了 當初就是簽的就是這樣 我賺我的 你不要走差進來 我該分多少給你 你自己看著辦 看我高興對不對 我賺多就分多 賺少你就少拿一點 就這麼回事啊 難怪遠雄這麼嗆 對啊很嗆啊 對對那個契約都是柯文哲 柯文哲任內還簽了什麼 我們再講一個 第一魚果市場 這也是柯文哲任內簽的 當初簽的 他告訴你說我簡相發包 當初講好說 我留標了好幾次對不對 我本來要告到六到八樓 兩棟嘛 對不對 一個六樓一個八樓嘛 對不對 再來因為留標沒辦法 那我就用最低標標出去 那時候只有一家來標 叫做中華工程 就只有中工來標 對而且標的是什麼 125也標出去之後 現在蓋完之後發現說 這個整個叫做空殼大樓 有什麼空殼大樓 我裡面的中央空調 機電設備 停車場什麼都沒有 對不對 要蓋一個腳給你 對不對 你如果要讓這個兩棟大樓 繼續運作的話 很簡單 追加預算 你知道當初市議會通過的預算 是141 讓你去標這兩棟工程 對不對 可是你看搞到的檢像工程 我就開始檢這個檢那個檢那個 125就飆出去 飆出去之後 現在如果要把這些蓋好 可以實際運作的話 要追加50億 所以變得我給你140億 你給我標出去買出去 現在1990億 剩的50億什麼剩 對不對 你竟然讓廠商又多賺了50億 你看你不覺得很扯嗎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當初人家講說 為什麼你這個剪相八包的這個工程 有沒有 這個會議到底是誰決定的 後來一看之後公文拿出來看 這個主持會議的拍板會議竟然又是彭正森主持 又是彭正森 而且主持之後他拍板的這個案子之後 柯文哲八天就批准 跟進化城一樣嘛 真的跟進化城有關的速度都特別快 都快速直達車 這個公文是什麼 專人護送 馬上批准過去 所以你看 中共是不是又涉嫌的土利 給他的50億 後來人家就問說台北市場 台北市市場處 處長黃光就講 他們要清算前朝留下來的烂探子 他說這個兩個漁果市場的話 第一漁果市場怎麼辦 如果不續建 要再花13.4億上後 蓋也不是不蓋也不是 對 因為為什麼 人家那個人家 6到8樓這個蓋的東西 我那個什麼工程材料都已經買了 都定了 那你總要賠償我的損失吧 現在蓋到6樓 現在很多東西 你要回歸原狀嘛 你要10樓只要蓋到5樓的話 那個很多東西是不是要打掉 要清除掉 這些錢都要處理掉 對不對 而且工期還要再延長 延長多少 2.4年 本來說120年就可以完工使用 現在要拖到民國122年這樣 而且樓地板面積還減少三成 我錢那麼多錢 說下去 樓地板面積還變少 還不能用 那你覺得怎麼樣 所以人家就問說 既然不用的話要花13.4億 那如果你繼續蓋下去 他說繼續蓋下去 要把他補足所有裡面的設備 什麼東西的話 還要再30億 哇太誇張了 所以你看當初這個契約怎麼訂的 根本的錢跟 對 這當初契約怎麼訂 難道這個後續 我只要要蓋不蓋的話 之前難道都不能夠預期嗎 所以就跟你講說 柯文哲你看 八年市長任內 留下這堆爛攤子 我說一下 這都是錢 錢 我們都還沒講社宅 我們昨天還要講到捷運 對 我們之前一直講說 錢可以處理的都是小事 問題是這些錢加加錢 幾百億 要由老百姓來買單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柯文哲 你留下的這些東西的話 你沒經到死 真的沒對不起人 你今天說真的 這些債留下來的話 我說真的 你要處理完的話 全部都這些錢 到底有要老百姓來付 可是你看 在這個裡面 只要跟他有關係的 這些財團 對 大家都吃得罪 不過慧珍怎麼看 昨天這個忠實化的 這個這一場記者會 就直接告訴你 這個要不要停工 無法操自在我 而且我們沒有編所謂的 所謂的五億公關費 法院 你們最好盡快的 這個解除扣押 而且密切諮詢台北市政府意見 什麼意思 我已經告訴台北市政府了 這個工地我們只能設法 讓他這個安全穩定 意思是什麼 我們不保證 所以這個後續就要看你們怎麼做 所以其實就像學委講的 昨天這場記者會 根本軟中待應 然後現在到底是在威脅恐嚇誰 而且講到這個精華神 你說你還發現了一個大貓膩 是什麼貓膩 是我跟你講他整個昨天的記者會 可以用八個字來形容 也就是態度柔軟立場堅定 但是呢 以退為進對幹到底 以退為進對幹到底 真的是對幹到底 我跟你講喔 我一開始還心裡想說 看起來就是說 那個我們需要大家支持啊 尤其是金融業啊 這個銀行團應該要支持啊 怎麼說怎麼說 就發現就是說不對勁了 因為人家記者就問他嘛 就問他說那你現在是已經進行停工嗎 他就說啊這個東西因為現在那個 就是檢調機關要求已經扣壓我們土地啊 那我們現在進行抗告當中啊 那主管教育已經叫下面的承包商 就按照主管機關 所以換句話是停下來了嘛 那我們知道事實上之前也有人就說 因為這個他們開挖的一個深度跟面積率 其實是史上台北市史上最大的一個這樣子 一個坑啊 對一個坑 所以呢就有人說不對勒 你現在如果縱縱停下來 是不是會什麼東西會浮上來 意思是會造成公安問題 第二件事情 他後來在記者會叫他還直接講講什麼 附近的居民其實很擔心公安喔 這意思是什麼意思 那如果是說那如果有什麼訂單 我們是國不理中叫我們庭的喔 現在如果有什麼訂單是你要付接 還是我要付接 這個話其實說出來的話就有一點點你知道吧 意思就是我話說在前面囉 出什麼事你們是誰要負責啊 是而且就說而且是你們叫我停的喔 所以講到這裡的時候我已經覺得好像有點硬對不對 可是後來我就想一想不對 他前一天他那個鼎月才出了就是說他們要提出 針對這個提出抗告嘛 對抗壓的事情 我就去找他的之前的一個所謂的公眾序 忠實化幫鼎月公告的一個眾序 我看著看著我就發現有貓膩 我跟你講超級有趣的 你看第五項 第五項 他說這個鼎月這個是在2019年9月25號透過公開程序的方式 我們向金華城去購得這一塊土地啦 結果現在招台北地檢署向地方法院去申請扣押一事 警察鼎月並非容積獎勵20%之申請人 更非犯罪所得流向之人 他一講完之後 他一講完之後 我剛好因為昨天在錄影嘛 我昨天就剛好就問其他同台的人 我就問說我們就這樣問一下 我說欸鼎月的這個 金華城的容積獵申請人 不是鼎月嗎 每一個人跟我說當然是鼎月 所以合約都簽啊 每一個人都有手勢 不是鼎月是誰 對啊 因為大家都講鼎月合約都簽啊 而且有很多就是查這個案子的名代 大家都這樣講啊 我說不對呢 他這樣講的意思應該不是鼎月喔 後來每一個人就講說 啊沒有啦我跟你講走投無路啦 他就是狗急跳搶他亂講 那我想說我跑財經跑了這麼久 我沒有看過消失貴公司 故意在重大訊息亂講 對 那是重大訊息 後來呢我們就討論著討論著 突然之間有人查出來了 Oh my God 真的 從頭到尾竟然都是金華城 都是金華城 你看這裡幫大家看到有沒有 這個金華城 申請人針對這塊土地的細部 申請人金華城股份有限公司 對啊 申請依據是都市計畫法 第24條 然後就講一大堆啊 然後就說2018年1月18號啊 就像那個就是要求什麼 等容積率是560% 好這整件事情弄出來之後 那我就想請問一下 那如果現在我已經可以意識到一件事情 你知道他們現在要講要弄拆取什麼招嗎 甚至昨天陳銳龍直接說 如果我們現在提出抗告 法院出來如果抗告就是駁回的話 我們不排除提起所謂的救濟手段 那這個部分目前沒討論什麼叫救濟手段 行政救濟什麼叫行政救濟 不給你打官司啦 他要開始打官司了 為什麼打官司 我現在終於搞懂了 他第一 他說 我們申請人是誰 是金華城股份有限公司 我是誰 我是頂月 這塊土地現在是誰的 是頂月的 金華城有限公司有問題犯法 你扣要我頂月公司幹嘛 他在金蟬脫殼你知道嗎 金蟬脫殼了 對 我跟你講這個我一看到這個時候 為什麼我就有印象 因為我以前其實是跑法院的 就是對 我跟你講有一些人欠很多錢 他們會搞一些 譬如說我欠任俊哥很多錢 我就先把我的財產先過戶給別人 或先信託 脫產 所以後來任俊哥真的來跟我要求什麼時候 我就說我名下沒錢啊 辣肉減不減 你是怎麼 然後他就說沒有 我說沒有啊 那是那個已經信託了 那是我老婆名下 那個是誰誰名下 我欠你錢跟我老婆有什麼關係 你怎麼可以這樣 他現在就搞這一招耶 所以頂月現在要搞這一招 對 所以他就告訴你 他在他 超脫產了 他現在就直接告訴你說什麼 他說 他講得很清楚耶 他說 頂月公司 並不是這個20%獎勵的申請人 更非犯罪所得流向之人 所以呢 他意思是說 那個公媽已經水人排了 人家你有問題你找頂月 你找金華城不要找我頂月 後來我們把整個時序爬出不出來 你知道他們在搞什麼鬼嗎 我終於搞懂了 這是我請人家做的 這個是整個完整的他們一個布局 怎麼布局 一開始這個金華城這塊土地是誰的 是金華城股份有限公司的 金華城股份有限公司 他後面老闆是誰 就是中工啦 中工大概有23%啦 還有一個在亞太工商聯 那亞太工商聯是誰 其實也是微晶集團的 他們大概有十幾家公司 那簡單來講 整個就幾乎全部都是微晶集團的 但是他名義上是中工跟工商聯 好 那他們之前就說 那我們這個土地要賣對不對 要賣多少錢 要東賣多少錢 就到最後不是左口袋賣右口袋嗎 就變頂月 頂月 頂月當時出來的時候是怎麼樣 是他資本額只有一億耶 2019年他要標的時候 他資本額只有一億耶 馬上增資 是中石化增資 弄出130幾億 中石化拿他南部的土地 去借了130幾億 灌給他 灌給他之後他標了 他說他標到了 灌給他之後就可以台價啦 更高價可以賣啦 因為他有這個資本額之後呢 他就代表著 我不是小孩玩大車 我雖然是小孩 可是我有個父爸爸 我爸爸叫我錢 我開大車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啊 所以他用這一招 就是要跟銀行團借錢 結果銀行團 公股銀行不敢碰啊 其實他想說不對耶 你左口袋不要給右口袋 這樣有問題 所以公股集團都不泡 所以是誰去泡了 就是星光跟那個人壽這個部分 又是星光 而且他們籌組 他們兩個大概出了七十幾億 其他的銀行團加起來是149億 有趣的事情是什麼 是呢 他們借了出來之後 從你不是2019年2020年 你就拍賣到了嗎 拍賣到了他們不過戶 拖了快兩年的時間 拖到後來銀行團這個簽約 2021年11月 銀行團借他們149億 借完之後 頂月趕快把這個錢 付給了金華城 當月同一個月同年同月 金華城馬上從150億的資本 而減資變成1億 所以本來灌水了 錢拿到了 打回原型 金華城變成1億對不對 他把錢減資回給誰 回給誰 回給中公跟這個 原本股東 原本股東是誰 不是就是你忠實的話 所以換句話說 都是你們這家人 小一輪 小一輪 然後從銀行團弄出了149億 出來不 所以我現在其實是嚴正在懷疑一件事情 他跟他借149億出來對不對 但是他總共要付372億對不對 你忠實話這一段時間前 你借出來 你自己拿土地去借借借借 也頂多大概一兩百億 我其實嚴正在懷疑 這個372億 頂月給金華城的 你搞不好根本都沒付完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其實就左口袋又右口袋啊 你到底沒有付完誰知道 昨天在那一場股東會 其實有記者問他喔 他就講了一句 我們那個在2021年的時候 交易的時候已經把款項 真金白銀 存到了信託專戶 你知道信託專戶裡面多少錢嗎 多少錢 幾十億而已 幾十億而已 你總共賣372億耶 所以為什麼我會這樣質疑 因為在他們所有年報裡面 他們在2021年突然就說 我們這筆錢付清了 但他沒有講時間 沒有講什麼時候付清 所以你知道嗎 他這裡總共如果還要372億 買地款對不對 他還要蓋房子 大概一兩百億左右 整個頂月的資金缺口 是高達五百多億 五百多億的情況之下 你現在從頭到尾只借 跟銀行團借出一百四十幾億 你敢有辦法付 所以如果372億這一條 只有付一半或沒付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這個149億就可以拿來蓋房子啦 所以他這個等於是拿土融的錢拿出來布啊 所以這就是他們這樣子在搞 你知道嗎 第二件事情 剛剛不是講到說 那個申請人是誰嗎 你知道 當時他們提出這個 剛剛提到的這個申請的時間點 這個申請的一個時間點 應該是在2019年10月的時候 提出申請的 啊 第二件事情 剛剛不是講到說 那個申請人是誰嗎 你知道 當時 他們提出這個 剛剛提到的這個申請的時間點 這個申請的一個時間點 應該是在2019年10月的時候 提出申請的 啊2019年提出的申請 我跟你講其實他們那時候 已經都已經都已經標到了 頂月都已經標到了 正常來講 我是買地 我跟你買 我跟又齊買這塊地 買完之後 我是被錢付了 付了之後 你就跟土地沒有關係啊 是不是就變成房子是我蓋 所有東西我跑 那他為什麼 你都已經被土地都被人家標了 你只是還沒有完成過戶而已 那你這個錢地主 你這麼忙要做什麼 對 啊這麼忙要做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現在就告訴你 一人一家台啦 啊這進化成有事情 那你去找金華層啊 啊現在土地是我誰的 現在土地是我訂閱的啊 啊我訂閱 你金華層給你領事 你怎麼可以 扣押我金華層的土地 以為可以完美切割了 完美切割 變成是我跟又齊買了土地 結果你就幫我跑所有程序 然後結果程序 我是受益人 我全部受賄 結果出事情之後 我的土地被扣了 我還要跟法院打官司說 不對呢 是他人好他幫我弄的呢 他出錯你找他 冤有頭債有主 你扣我土地幹嘛 他們現在要搞這一招 心蟬脫殼 當然他可以這樣主張 但高院會不會受理 我覺得之後其實 訴訟大戰才要開始 你怎麼看 你如果後面這個銀行 連貸團不給我這個錢 繼續讓我這個營運的話 還有你們如果要我停工的話 到時候周邊居民都會有事喔 所以你怎麼看 為什麼這個忠實化 他們的態度如此 這個囂張 底氣到底哪裡來的 柯文從一上任的時候 柯文從一上任的時候 本來很用尬詞 很硬的就講說 這個就是五大弊案 我們一定要徹查 這些五大弊案有沒有 講得很硬 然後到最後我們發現 怎麼一個一個都放水 結果發現 你跟這些財團 一個一個越來越好 越走越近 全部都變成你的好麻吉一樣 那你看蔣萬安 蔣萬安前幾天 前兩天也才被遠雄嗆而已 遠雄嗆他什麼 我們那個大巨蛋 那個包廂你不要管 我就想說 那也拜託 大巨蛋是市政府 BOT委外請你們來經營 對啊 主要的主管機關 還是我們台北市政府 你遠雄來跟我搶說 那個大巨蛋裡面的包廂事情 你不要來管 這就表示其實 遠雄根本不怕蔣萬安 為什麼 因為蔣萬安從現在上任到現在 他遇到所有的事情 要嘛丟中央 要嘛他就只會 像就是說 我們那個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我們就是依法來辦理 但最後都沒有動作啊 包含你看像金華城這一次 但是我們就要求如果真的 你真的像我們講的 你有行政手段 你可以行使 你有建築法規87條56條 你都可以要求他立即來停工 但他講什麼 他最後講說 我要先去行文 那個問一下北院 然後現在就講說 那個北檢也還沒回復啦 我想說那北檢 就不會回復你這件事情啊 他們看得出來就是 蔣萬安其實你遇到這種棘手的事情的時候 你是沒有果決的 所以他就敢這樣嗆你啊 遠雄都敢這樣嗆你了 你覺得忠實話不敢嗆你嗎 你知道雨果市場當時標案 原本他們編的預算是多少嗎 原本是編150億 然後送到市議會大家覺得說 150億也太誇張了吧 後來砍到140億 然後140億最後得標是125億 可是這125例裡面呢 結果到最後簽約的時候呢 結果突然多了什麼 他說啊這個雨果市場 改建樓地板這個地板 地上六層樓含屋頂以上 在這個本契約屬於後續擴充 而且後續擴充還沒有寫金額喔 他就等於說 後續用追加預算進來啦 你用追加預算就變成說 我要多少你就得給多少 他就開多少就是多少錢 而且呢更好笑的就是 他還簽了一個什麼約 我們都知道雨果市場 我們就負責蓋這個硬體設施 把這個建築物蓋起來嘛 那後面所有的這些 包含你說生材器具 這些攤商的生材器具 應該是這些攤商 或是他們這些工會們 自己來組成自己購買 沒有耶 他還寫說 包含這個生材器具 就是冷凍庫 因為這有規格 你這冷凍庫 這個也好幾億耶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在討論說 為什麼冷凍庫 是要我們市政府幫忙買 我們已經幫他蓋好了 後面你怎麼還要再幫他 蓋生材器具 你乾脆說 那你最後還幫他賺錢好了 這是很奇怪的一個合約 所以大家就在講說 柯文哲那時候簽訂 很多合約 讓大家覺得匪夷所思的 這個部分啦 那其實在講到 他最近這個金華城的案件 大家都覺得 他用這個少少的錢 換到了大大的容積 真的是覺得很會合的 其實你看 因為這是苗博爾講的 其實這個大家都知道 就是他在這個討論裡面 不管是韌性城市 或智慧城市 或宜居城市 其實你知道他在 在2022年其實 2022年的那時候 其實大家討論就是說 你提到的這些宜居城市 其實都是要基本要求 對啊 都叫基本要求 包含他裡面講的智慧城市 說你的這個充電停車位 可以得到8%的容積獎勵的 這個部分 這個是在 充電停車位 可以得到8%容積獎勵 這個其實 8%多少錢知道嗎 8%很多好不好 而且你知道嗎 這個其實在 這個他們的這個 開會會議裡面 其實就講到說 這個已經本來 就是基本要求 他不應該算成容積 可是柯文哲 通通都把它算成容積 而且還講說 你可以修這個修整 這邊旁邊的道路啊 你就只要一千平方公尺 修整一次 那那個這個是 大概四十萬的成本而已 你知道四十萬 我都覺得還高估 你知道我用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台北市政府用全 台北市的道路面積 加總預算二十五億來算 他一平方公尺 大概修整修的費用 大概是一百一十六塊 一把一千平方公尺來講 他只要花十三萬 我就給你物價調整好了 你頂多大概也加到三十萬 好啦就算給你四十萬好了 這麼少 這麼少 花四十萬 換八%容積獎勵 而且我還蠻無聊的 兩百億耶 我還去蠻無聊 給我做好了啦 就是這個一千平方公尺 他本來金華城要整修這個道路 從他們提出來得到容積獎勵 到目前為止 這個路段已經整修了這麼多次 總共有八次 這八次誰整修的 全部都是新公處 所以金華城到目前為止 其實沒有整修過這條道路 通通沒有整修 包含他的公園任養 到現在到今年的八月十七號 才送出改建案的計畫 計畫 才計畫而已喔 那我剛剛在出門前 我還把公燈處叫來 我就說這個複盛公園 如果你要維護啊 我任養維護這樣的一年的金額 大概多少 這個複盛公園的面積大概 九千兩百四十四平方公尺 然後我就問這個公燈處說 依照你們以前這樣子 這樣子 以這個面積來講 這公燈公園的維護一年大概 他說其實這錢真的很少 大概也才幾十萬而已 幾十萬而已 我再講一次換兩百億 所以你看他 我會購的 太誇張了 這麼少少的錢可以換到 將近兩百億的金額的容積 如果我是這個中石化 或者是中公益 或是金華城 我再怎樣都要踩住來 看蔣萬敢不敢辦 那目前看起來蔣萬 就不敢叫他停工嘛 所以我們才會提案說 那我們議員當你的底氣 你去做停工 我們提案了 只是我們覺得說 怎麼還會有 國民黨的議員覺得 不行啊不行停工啊 我覺得當大家匪夷所思啊 違法的東西 不應該讓他繼續下去 可是不管怎麼樣 柯市長簽約 收好處之後呢 反正這個爛攤子 下一任市長 那個來處理 下一任市長處理不了 沒關係 所有臺北市民大家單 那請教一下這個冠婷 怎麼會 這一些財團 一個比一個嗆 一個比一個覺得自己理直氣壯 明明就已經出包了 明明這個社會的風評 就已經很不好了 他們到底是誰養大的 而且講到 這些人是柯文哲養出來的 這種惡行惡狀 坦白講橘子不也是嗎 黃國昌口中這個善良的女孩 到後來怎麼故事這麼多 不都是柯文哲養出來的嗎 又齊我剛才對你講了一句話 又很大意見 什麼話 你說柯文哲現在他的爛攤子 講話還要面對 你以為只有講話要面對嗎 沒有啊 引發我們新北市要面對 新北市也要面對 真的我等一下一個一個講 但是我先回來講 就是說柯文哲 其實過去這陣子以來 所有的爭議 核心的一個點就是 他就對有錢人很好 對窮人很爛啊 對 你看我們前置傳出的 無論是橘子啊 財團的小孩去實習啊 對 新光啊 然後威京集團啊 是不是這一對爭議 背後都是有錢人 對 然後有錢人已經夠有錢了 所有市府的案子 拼命給他們做 你知道柯文哲在最後一年啊 讓中共保全 就是威京集團 直接中共保全 甚至社會住宅去改招標方式 最後一年 讓他們賺好賺滿 誇張 你做建築就算了 對 你後來把那個標案啊 打散 然後呢 總共六個標拿到 然後拿1.3億 不是 這小錢裡面也要賺嗎 真的 大錢精華成幾百億要 小錢也要 柯文哲都學到了 對都要 可是另外一部分 我們像社宅 那他的態度是什麼 你還記不記得明倫社宅 租金4萬塊 對 他們台北市議員質詢說 怎麼這麼貴 然後就想回去檢討 檢討完之後再跟大家講 我們不希望 整棟社會住宅都住窮人 社會住宅是給有錢人住的嗎 對 他現在狀況就是 所有連社會住宅都要思考到有錢人 這就是他的心態嘛 我以為這些社會住宅 都是磕油有蓋的啊 對 所以現在關鍵來 出事也都當沒事啊 對 所以現在關鍵來 剛才那個是心態上 導致今天這些爛攤子嘛 心態上 照顧有錢人 然後討厭窮人 那最後引發的狀況是什麼 爛攤子一個接一個嘛 對 我第一個我要嚴正抗議啦 若方民官就好了 你們台北七千塊的事情 現在害我們要收爛攤子 為什麼我講一下 我們新北有一條重要的捷運 叫環撞線 對 他從新莊 板橋 中和 最後一路連到新店 是新北少見的南北向的捷運 因為我們老闆台北市輻射狀出來到我們新北嘛 那我們現在開始建構南北向的 因為我們這樣才會有幹線嘛 好這一條 當時感謝台北市捷運局幫我們建 建到2020年的時候 完成了 2020年誰當市長 柯文哲嘛 我們新北市政府的關係 是跟台北市政府簽約喔 來台北市政府包給誰 中華工程 又是中工 又是威京集團 好 包給他2020完工之後 台北市先經營 到了去年2023年5月 好台北市退場了 交給新北來經營 結果沒想到今年4月 發生0403大地震 這地震下去 現在整個鋼箱糧全部歪掉 然後到今年年底才能夠復始 今年年底才能夠重新通車 八個月的時間耶 來我跟大家講八個月時間等於多少錢 大家知道嗎 所有的接駁車 所有的硬體維修 14億元 14億喔 對 然後呢 中共當時在跟台北市簽約的時候 保固期要到2026年 中共你就墊錢保固 你要打官司也打官司嘛 對啊 中共跟台北市政府說他們不出錢 為什麼 他說這是天災 不對會抓狂耶 現在變怎麼樣你知道嗎 裡面跟柯文哲簽的時候 沒有說天災我們要保固喔 來現在關鍵來了 現在重點不是天災 重點是當時跟大家講說 這個環狀線 它的耐震係數有6級 結果當天雙北只有5級 結果你現在跟我們講說 這是天災 然後我說新北市政府 我跟台北市政府 兩個見面 新北市政府怎樣你知道嗎 新北市政府 我在議會就直直尋說 你要叫台北市政府負責啊 因為我們一定要求台北市政府啊 台北市政府就要求 中公負責吧 我們無法直接對中公 所以說侯友宜市長跟我們講說 我們現在喔 請第三方檢測機構 確認一下 這個捷運為什麼會歪掉 你不用檢測嘛 他就歪掉 答案的結果就是地震好不好 最後檢測結果就是地震嘛 全台灣人都知道好不好 全台灣人都看得到好不好 對 然後現在就是拿 我們新北的災害準備金出來 然後呢 如果最後檢測結果 如我們預期的 是地震 然後是五級 那最後新北市政府要跟誰求償 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要跟誰求償 中公 啊中公如果倒了怎麼辦 那十幾億變我們新北市政府出喔 台北市不可能出啊 洛峰不可能讓他們出啊 最後變我們新北出 變爛攤子嘛 這案子我從一開始就講 中公你要先電 你保固期內去把它修好 你後來認為說 你鑑定不完全是你的責任 你要跟台北市政府 跟新北市政府 來求償是你的事 現在變我們大稅人來處理 所以我抱怨一下洛峰 你們台北市的事 搞不好我們身上 這個一下抱怨 那時候課文者說 我先講一下 現在新北市府 台北市府你們自己要負責 我覺得當初在檢驗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有出了很大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在橋樑橋墩 這些我們在檢測的時候都會 因為你前面就會必須說 他這個橋樑橋墩這些等等 要有耐震係數 對 結果你知道嗎 因為嚴峰議員他就查出 他去問 這一個環狀線 他寫 本工程無辦理耐震係數和安全評估檢測之相關紀錄 所以他是沒有做過任何耐震係數的檢測 我想說那你這樣怎麼會讓這個環狀線通過咧 那時候柯市府就一路放水啊 從合約 然後跟我們檢測 你知道他是先通行的 我們那時候看到中北市長一起做捷運 比了這樣一個讚 那是2020年先通行 你知道他什麼時候驗收完成嗎 2021年的3月12號隔一年才驗收 所以大家是做了一年的白老鼠 對啊 我覺得中北市長被負責 而且陸方剛才這個 跟嚴峰的這個訊息太重要 因為我們新北市議員啊 我們在議會問他們就說 那這次就是六級 結果根本沒撤 所以台北市就讓他過了吧 好啦反正這事情 後面有得吵 反正十幾億我們新北市不會出啦 講白就這樣 剛才那個是第一點嘛 其實還有第二點 第二點喔 我就鬆一口氣 但是其實也是影響附近啦 台北市你中工影響的工程 不只我們黃線線耶 台北市如果後來 中工整個受淨華城影響 信義線東延工程也整個完蛋 對 你知道信義線東延簡單講 就是內湖對外聯外交通啊 喔內湖聯外交通瓶頸啊 未來15%的車流可以減少 喔三十幾分鐘縮成十幾分鐘 白話文就是內湖的交通 要靠這條解嘛 結果如果說中工出包 這條拍謝也是中工耶 那信義線東延怎麼辦 內科的這個捷運不是整個就垮掉了 不過柯文哲真的不在意啦 我們想想柯文哲 柯文哲當然不在意啦 對柯文哲以前怎麼講 他說在意我口袋裡面有就好了啊 有圖有真相好不好 我們不誤賴人 柯文哲認為內湖交通沒救了 沒救了 鼓勵下班留下來做社交娛樂 讚啦 柯文哲讚啦 他的邏輯是這樣喔 下班之後你們夜生活 要跳舞的啦 要吃便當的啦 要吃刷刷的啦 要吃刷刷的 留在內湖不要回家 他的建議就這樣嘛 第二招叫做 強制手段收費 就是內湖的交通要收費 真的都還在到處割韭菜 不是啊這就爛招嘛 這個失禮是什麼 學都學壞的 是不是一樣有錢人失禮 每一個內湖上班完的人 都可以留在內湖夜生活嗎 每一個人走那個內湖的那個交流道 或者是內湖的高價道路 都收費都OK嗎 就是沒有在想一般民眾嘛 對 可是呢 現在柯文哲除了這些案子以外 他關鍵還是在整個 金華城招標過程當中 有沒有去信守利益衝突的問題 其實沒有 其實這個老生常談 可是還是要讓大家回顧一下 當時去標整個北市科案 後來星光得標 整個過程當中無心營的身份 難道沒有衝突嗎 一下子立委參選人 一下子後來最後變成是副總統參選人 一下子立委地補上 這個狀況完全沒有利益衝突 對 星光在這個過程當中 吳興營後來只講一句 要講說 這個過程當中我們負責這一項 就都沒關係 就是你完全可以刮田底下 完全不避諱 所以奇怪啊 趙映山不是講嗎 就為了吳興營 把蔡壁如趕走的啊 對 來我們來看這個新聞 沈慶經付蔡壁如薪水嗎 有人揭露柯文哲的暗黑劇本 要把他趕走 為什麼 這個訊息當時是這樣 蔡壁如就任立委半年的時間 在這裡講 這是范士平老師爆料的 他說 柯文哲就幫 蔡壁如找到新的薪水來源 而且這一個新的薪水來源 現在看各方的推斷 也有可能是 金華城相關的嘛 這邏輯是什麼 第一個 蔡壁如很早 柯文哲要叫他滾了啦 對 立委才就任半年耶 當時 蔡壁如的論文還沒出現耶 對 來 蔡壁如走之後 實際上是誰獲利 吳欣營嘛 吳欣營提前補上位的關鍵 就是蔡壁如離開嘛 對 所以如果這個 范士平的這個推測是對的喔 幫金華城喬好 朱雅虎承諾給錢給人的薪水 還捐贈支現金 然後 蔡壁如的薪水搞定了 大家記不記得 朱雅虎還寫信給蔡壁如 然後 後來 2020年 沈慶經就講說 好願意付他的薪水 然後蔡壁如拖拖拖拖 拖到2022才辭職 也許是沒有談攏 可是 就算你沒談攏 有談就不得了了啦 對 那之前這會不會又多一條 我們之前 現在已經知道的金流 200 210萬 7個人 人頭去捐錢 這已經確定是貪污的金流了嘛 因為你是之前跟人家談好 然後由朱雅虎這邊 衛經集團給你錢嘛 會不會又多一條 不知道 簡聯好好來查 不過請教這個任俊 你看喔 這兩天 其實呢 陸陸續續的在柯文哲任內 簽了合約的幾項工程 然後不但發現了 幾乎都跟客友有關 又是衛經 然後這個遠雄 當然是另外大巨蛋的事情 遠雄之前大巨蛋就漏水了嘛 然後也是很嗆啊 那所以你怎麼看 現在這些廠商出來之後的 這個態度 其實有點顛覆大家的這個想像 怎麼出包的人講話 還這個比較大 比警察還大聲 怎麼回事 那這個 你怎麼看這個 昨天忠實化的這場記者會 其實老實講 忠實化記者會也超出 我相信也超出會真的想像 通常記者會都會告訴你說什麼 我們前景一片看好 我們大家獲利可欺 大家一起攜手賺他錢 他的記者會告訴你說什麼 我們財務狀況很正常 大家不要擔心 銀行們你們要聽到 我們財務很正常 所以希望跟我們往來要繼續 這個第一個就很怪 你沒說沒事情 越說大家越聽越覺得怪怪 你知道嗎 你幹嘛一直強調的這個 還要強調說 我們的這個帳 一切都正常 我們給會計師簽證 而且要送到董事會 還要所有的董事都通過 才可以 為什麼要強調這個 你的一個上司 你這個公司 老實講 財務正常 或者是你的這個財報 或者是你的這個帳務 本來正常不是應該是 最正常的事嗎 對 你幹嘛又一直強調 所以現在大家看起來 我有講 忠實話 他們現在包含到頂月 去提這個所謂的說 我要抗告對不對 你說他抗告裡有什麼 他跟你講說 這個簽約我不是簽約人 我也不是犯罪行為人 對 他不是申請人 但他是後面的工程 他不是申請 他只是後面的工程 可是他講了一個 他說我在當時拿到這個的時候 我就已經知道 容積率是840 你知道他在講什麼 他在跟你玩一個法律上 叫善意第三人 對 我自始至終不知情 我們法律上面有一個 叫善意受讓 意思就是說 好我今天買個東西給慧珍 就跟他 慧珍因為跟我買 他就相信說 我會賣給他 表示這個東西是我有的 他不知道 我是從閩寬那邊欠來的 所以到時候追溯的時候 閩寬會說 閩寬你欠我東西 你這樣還給我 不好意思我賣給慧珍了 你知道法律上 要保護慧珍 因為他自始至終不知道 在搞這一招 這個叫做善意的受讓 那今天他為什麼 今天這個鼎月搞這個 又很簡單 我自始終不知道 我不是犯罪行為人 我掃白天不行嗎 我不知道 我爸幹了什麼事 我怎麼會知道 所以你看他提 看到真正的目的 其實在做這件事情 好可憐 但是慧珍很壞 慧珍就說 不對啊 你後面老闆都同一個 對啊 而且還有一個東西是 當時頂月跟那個 金華才會簽了一個約 如果未來融機什麼什麼增加的話 他還會要給他一些 bonus 對啊 所以那個也有問題 不是我跟你說 剛剛頂月你現在走這個 當然你法律上 你可以是這樣去要求 但我剛剛這樣講 你有沒有覺得好像跟 柯文哲的李文中很像 就是柯文哲的李文中 他在禁總的時候 的那個李文中 就算算錢錢 你就給了那個 木可的李文中 多給他一千多萬 對 然後現在 然後這個 這個木可的李文中 不是拿到這個一千多萬對不對 對 然後等到禁總的李文中 在查帳的時候 再出來講說 我們發現到木可那邊 那個李文中 給我們多拿了一千多萬 我們就跟他要回 對 那時候不是說木可的李文中 那邊比較貴 所以現在還給 禁總的李文中 還給禁總的李文中 不是都跟你們講一下 這個就跟這個頂月 跟這個一樣 我剛才已經講了 頂月的上面對不對 這些人 其實你們都是跟一個老闆 你知道爭資也都是你 什麼來來去 改名改來改去 搞不好是沈青金 教科文哲的 他現在就玩這一套 但我就講 就是這個模式 現在到講完這邊 講完真的要思考清楚 比如說 遠雄 對不起 就是頂月或者是這個 這個衛京 他要不要對這個 所謂的這個 這個金華城 停工 老實講 我覺得台北市政府 現在有點兩難 但是你不能想要混過去 為什麼叫混 他們現在的講法是說 我現在一樓 因為已經勘驗完了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就給他繼續 我不管他 但二樓的時候 我就不勘驗 不勘驗等於是 你沒辦法蓋三樓 我就等於逼迫你實質金工 這是蔣萬安打得如意算盤 但我就講 今天你憑什麼不勘驗他二樓 我就問這件事 對 我如果是這些企業 我幹嘛 我一定會出來主張 現在有爭議的是那個 八百四的容積率 就是那二十趴的容積獎率 對不對 那沒有那二十趴我基本上 我沒有問題啊 那我現在在蓋的是什麼 我現在蓋的是沒有問題的這一段 我今天申請跟你要求勘驗 你北市府跟我說不來 你有沒有待夫職守啊 你有沒有違法的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人家 現在也跟你很硬啊 我就跟你定下去啊 你跟我講法院說 不能扣押不能買賣 我也沒有要買賣啊 但是我按照我現在 合約當時你給我的建造 我是這樣子蓋 你現在跟我講你不來勘驗 大家都點點你知道嗎 大家都點點 然後他們現在打了一個盧意算盤 先用這個方式來做 所以我就講 就是說這些東西 當然講我當然可以怪 就可以出來怪說 就是你柯文哲啊 你剛講的漁果啊 什麼東西 這些東西都是你柯文哲的目標 但問題是現在執政的是你啦 所以你說這個周邊的居民 是不是有想要說說 不要讓他便讓 我確實像國民黨議員啊 國民黨議員在那個 許淑華的案子裡面 都沒有連署啊 松信區都沒有連署啊 為什麼他們有選民的壓力 我覺得這個也可以理解 但是你如果市府 現在就想說跟他撐 撐到什麼啊 趕快起訴啦 趕快起訴我就可以解套 我以為他真的想要是透過起訴 來解套啦 這個就會讓大家考驗 就是說好啊 柯文哲他可能有問題 我覺得大家都已經心裡有個數了 那如果真的沒問題 到時候就有法律還他清白嘛 但是你講萬安到現在為止 你用這種就是比較軟的態度 就這邊也想討好 那邊也想討好 我跟你講你以後問題可能會很大 不過這個惠真啊 我覺得這些這個財團 真的財大氣粗耶 可是呢以前坦白講 不管李登輝的時代啦 不管是這個好龍病的時代 都給他們吃過牌頭耶 為什麼 現在他們講話可以這麼的嗆一下 昨天這個忠實化的這個記者會喔 那這個就像你講的嘛 我現在就直接跟你槓上啦 我直接公然的恐嚇這個北市府啊 然後呢更讓人生氣的是遠雄耶 對 欸少跟我講什麼 什麼什麼社會責任 你不要拿這個來勤勒我 社會責任干我什麼事 你不能幫我賺錢 你就滾一邊去 你不要管我怎麼營運 欸這個是BOT的案子耶 而且情緒勒索 現在到底是誰在勒索誰啊 我跟你講我現在都搞不清楚 我們台北市到底是誰在當家做主啊 對啊 我們台北市好像高登市耶 我們台北市好像是被這些財團 這幾大財團輪流在當主人耶 真的 好像我們這些官員 我們這些市府的首長 好像都是他們養的旺旺耶 對啊 他看得都很生氣耶 人家說奴大欺主 我不好意思說你財團是奴 因為看起來好像 我們這些官員才是你的奴啊 你要叫他這樣 好像真的是知道他們台的啦 對 那我們這些市民 我們其實喔 我今天在我臉書上都講到說 原來現在簽約的申請 所謂融機的申請人 竟然是那個精華神經這件事情 好幾個網友在我臉書上留言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他說我們這一輩子奉公守法 到底在幹嘛 對啊 我們這一輩子在努力 到底在幹嘛 對 我們在窮盡20年 可以在台北市客啊 可以買一個房子 買個20坪 小得跟什麼樣 我們已經在那邊偷笑了 結果奴大欺這些財團 吃相難看 滾襪旁去 分一點點 丟一點肉屑 給你的市長 給你的柯P 給你的誰 然後大家就在那邊 柯P就打包送出去了 真的 而且我本來以為 只是 好啦你就把我們的容積率 吃乾媽淨就算了 沒有 他現在連我們的公安啊 連我們的生命啊 也是氣之如必喜啊 是你家的 不是你家的 所以你就會覺得 真的是看了會 讓人家非常的感慨 非常難過 而且很憤怒耶 憤怒 而且再加上現在的 那個那個 那個 好像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你不要講別的 你光講這個 遠雄 遠雄 說實在的 當初 柯文子怎麼上來的 不是就打我遠雄嗎 對 所以我們以前看到他 罵我遠雄的時候 感覺像邪海深仇的 一個冤家世仇啊 結果後來這幾年 看下來巴黎下來 原來他們是冤家 這個冤家是 哎呦 情喔 不是冤家不巨頭啊 對啊 不是冤家不巨頭啊 原來兩個人是 從桃草從尾河的冤家 真的 困造壞的冤家 搞不好變成現在是這樣子 而且柯文哲交往的朋友 都是在業界風評很不好的 奇怪的 存交這種朋友 他再怎麼交來都覺得 他不知道才好下手是不是 對 可能是因為 他們有求於他 所以也是變成是 因為他比較好台階 你看 趙成熊 在2018年10月10號的時候 當時被人家在查案子的時候 哎 他不是一案 不是兩案 他我們說五大弊案對不對 他一個人就有六大弊案 就六大弊案 他一個人就有六大弊案 有掏空遠雄六億 那個遠雄六億啦 有那個土城的開發案 大巨蛋的案子啦 然後還有行匯新北市的一個官員 還有一大堆啦 他當時涉足了這麼多的案子 所以到後來 因為他也被壓一段時間嘛 後來當他交保 是用五億元交保 五億元交保的時候 出來的時候 已經瘦到 據說瘦到好像什麼五十公斤 後來呢 就因為2020年7月22號 他為了要讓他每天 因為那時候就是交保可以啊 讓他每天都去報導 他為了讓他自己 不要每天去報導 趙騰琼什麼沒有 錢最多 錢最多 做你開你開啦 看多少啦 沒關係啦 做你開嘛 我什麼沒有 我就錢最多 所以再加保2.5億 弄到8億 我們覺得不花一天啊 那你還是把我抓去關好了 人家沒有8億 我跟你講 他光這個遠雄 你知道那顆大巨蛋 他說他花了兩三百億蓋的 在2020年的時候 當時呢 那個說日本集團 後來發現就是其實 軟銀跟中性 估重量 人家第一次有益的時候 他說那三百多億要買 不要不要 不要到現在 那是2020年 2020年的事 現在多少五百億 現在開出來的價錢 已經到了五百億了 嚇死人 所以剛剛講完 為什麼他們越來越 就是講話越來越大聲 因為你沒有把我弄死啊 所以我越來越大肥啊 你不但沒把我弄死 你還把我養肥 養肥 土地拖越久 而且不僅養肥 就是柯文哲的罪孽 而且講難聽一點 你是BOT案耶 你頂多就是二房東耶 結果你現在二房東 七主七房東 七到什麼地步 真的二房東講話還這麼大聲 對 他還講什麼 他講說欸你那個 誰追你來跟我要房租 欸VIP對不對 VIP幾間 十幾間對不對 欸我跟你講連幾間 他們都講不清楚 有說十六間 有說十八間的 對 那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我在跟你簽約的時候 我連有VIP都不讓你 台北市政府知道 欸不然你有VIP那個很貴耶 那很貴啊 洋雞對 我們講房子有沒有 人家就有錢 我們沒去過 但我們看電影也看過 有沒有啊在那邊開香檳啊 真的 然後那個川普啊 那時候不知道在發生什麼事 好像也在那邊曾經有過 所以這種所謂的包廂 那個都是搞不好 都幾百萬起跳 是會 據說現在喔 現在各大財團喔 為了要去巴結 所謂金字塔頂級的客戶喔 大家都在搶什麼 搶這個可以訂包廂 喔 哎呀我跟你講有這個包廂 沒有就是你 錢多 對錢多 多少錢都沒關係 只要給我搞到一千 只要給我搞到什麼時候 我就是要面子而已 我就是要面子而已 搞不好那個包廂還可以看到一零一放煙火 他就在包廂 我跟你講那個價錢 搞不好一張票 包廂票 搞不好幾萬塊 十萬塊都有人要搶 難怪遠雄說 你少拿社會責任來勤勒我 對他說什麼社會責任 大家給他合約拿出來 合約拿出來 你上面有看到有包廂嗎 沒有 啊誰去簽合約 我不知道是黃珊珊 他們的柯市府先人 他們是黃珊珊嗎 對包括黃珊珊簽誰簽 那現在好了 現在我們就說 那他說好啊不然怎麼 本你一塊啦 本你一塊多少 那是我開心呢 現在變成怎樣 現在地主要跟他說 欸不是啊你十八個包廂 我們辦活動 你好歹給我們多一點 對 什麼多一點 就給你兩個 我們本的喔 只是他沒跪下來 懇求他而已 兩個施捨你 施捨你 然後現在說啊不是啊 那那個 那你那個包廂 那合約啊 合約 合約你有看到VIP嗎 沒有VIP 要分離多少 是看我開心呢 現在是我開心 我本你呢 我等一塊給你 要整個求 現在的意思是這樣呢 欸這二房東真的很二職欸 欸我跟你講二職就算了 你知道到最後 要去花那些錢 弄這些VIP 不知道這樣是誰 可不可以就台北市民 土地 整地 新建這些 是我們台北市民的錢欸 搞到最後 誰要去背你八級成平 也是我們台北市民 什麼叫BOT 公共建設 什麼叫公共建設 居然跟我說 你少跟我談什麼社會責任 所以 現在情況是怎麼樣 真的是 又齊 我們現在學到一刻 敢去背啦 這個世界 是有錢人做著喔 而且 是不要臉的有錢人在做主的 你看 現在 李肅德六大官員判多少 好像說判七年 十年 我跟你講啦 如果真的七年十年 弄出來 可以從三百億變五百億 那我去 我去關好了 反正我也想要出書 基本書還沒寫 你幫我進去關好 我認真寫 然後多出了個兩百億 所以你就覺得 怎麼會有這種事啊 就是到現在 你知道嗎 我們已經窮盡 法律你也玩不過他 然後搞這些東西 你那個好 讓他每天來報到 交保報到 沒關係啊 那我不要每天交保啊 那你給我交保金 拉高一點啊 不然我怎麼沒有 所以到現在已經有人在說 看起來 好像只能老天爺治他們 感覺上我們的 好悲慘 好悲慘 感覺上我們的這個工夫人 得看老天爺了 好像只能祈求 老天爺能不能真開眼 但是我看到 每個人一直過得比 我們都好都爽快 那老天爺有沒有開眼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連蔣萬安 連這樣的事情 都沒有辦法處理的話 那我說一句實在話 看起來蔣萬安要尋求 第二任的連任 我覺得難度也蠻高的 不過呢 看到這一些這個大財團呢 現在的這個惡行惡狀 張牙舞爪 也奉獻這些大財團 其實呢 誠實透明 只要有實力 一樣可以賺大錢 看看台積電 現在還獲得老百姓的尊敬 好 今天台積電呢 再創這個新天價 而且帶領台股大漲了 四百三十三點 所以這個就請教敏寬 連這個位子家都說 他也沒想到 現在這個AI商機 怎麼這麼瘋狂啊 台積電第三季 繳出了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成績單 第四季據傳 還會成長百分之十八 到百分之二十 但現在各位 高低立判 對於台積電來說 這個叫王者歸來 有台積電的都很開心 可是今天台股非常吊詭 今天台股所有的股票 都是開高走低 所以只有台積電 一個人在笑 剩下的人呢 大家都趴在旁邊 所以真的是一個人的一個江湖 但現在台積電 真的是太兇了 為什麼太兇了呢 他今天呢盤中過了新高 突破了一零八零的一個高價之後呢 尾盤往下收斂一點點 今天上漲了五十塊 收在一千零八十五塊 重點是ADR 昨天美國的ADR 當大家看到ADR的時候 真的瘋了 真的瘋了 這麼大的股票可以上漲九點七九趴 哇 往上急噴 那往上急噴 現在重點是在於什麼呢 在於台積電 他釋出了兩個訊息 什麼叫兩個訊息呢 就是你們那些後面的呢 在地上玩殺 為什麼在地上玩殺呢 現在呢 包括了中國的廠商 包括了台灣的廠商 包括了韓國廠商 傳統製程是打成一片 大家是傻假競爭 在那邊殺來殺去 但台積電說你們慢慢玩 我的先進製程呢 目前佔了六十九趴的一個營收 這個很重要喔 我不跟你玩傳統的 我玩先進的 那目前前世紀先進製程 玩到現在只剩三家在玩 可是恐怖的是台積電又發出來說 明年開始二奈米不用擔心 只有我一個人玩喔 只有我一個人玩 還是只有我一個人玩 所以到時候呢 我的我的所謂的COAS 要再成長一倍 還是不夠 好重點是什麼呢 台積電第三季 已經好到爆炸了對不對 第四季 我們剛好跟各位說 還會再成長 所以自營商呢 買到沒有股票可以買了 自營商他做很短喔 為什麼呢 自營商的錢是誰的錢 券商老闆的錢 所以他三天五天 他就要見輸贏喔 自營商押寶了三千張 總共買了多少 總共買了超過三十億 短線行情就噴出 真的噴出 可是魏哲家 現在說得很清楚了喔 魏哲家說 連我們都沒想到啊 做夢都沒有想到啊 AI的需求真的太瘋狂了 現在呢 AI呢 只要往上提升一%的一個效率 就會帶來十億美元的一個收入 所以他要二度的上修財測 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是本來大家在猜 成長是三年對不對 魏哲家說不對 目前所有的投行的算法是不對的 我們目前在算是2024 2025 2026會大成長 2027會停頓 魏哲家說沒有 未來的五年會健康的一個成長 然後重點來了 剛好跟各位台階的事情嘛 現在呢 先進製程還有三家在玩 三家在玩 台積電一家佔百分之六十三 三星佔百分之十一 Intel的部分的話佔的佔比不多 但現在二奈米我們一家玩 二奈米的話高雄新竹台積電 會有七座 這個七座出來之後 全世界所有的人就說台積電 現在真的不買不行啊 真的是不買不行啊 好回頭來看 結果誰最愛買 好笑啦 好笑 昨天台積電不是法說會嗎 大家就說了在線人數 在線人數最多的居然是韓國人 蛤韓國人 居然是韓國人 韓國人萬人在線 那萬人在線大家都說 那韓國投行有那麼多嗎 尤其我跟你說還不是投行 不是韓國大媽 韓國大媽也在看昨天的法座 發生什麼事呢 三星遭到外資連續砍了二十六天 這是史上最難堪的一個紀錄 韓國大媽心死了 那現在呢 三星的第五代的高頻記憶體 這個叫做HBM31 目前揮答的認證 因為他的運算速度據傳他的頻率 要到八千四 就是說他 因為現在AI的速度就越來越快 你跟不上的 對不起你就淘汰 你跟不上你就淘汰 像我們台灣很多的 他現在做十奈米的跟不上 全部都是其他廠商在做 那韓國大媽呢 韓國大媽很厲害 之前在玩特斯拉 特斯拉多瘋你知道嗎 特斯拉的股價是一口氣 從一百塊往上漲最高 漲到接近兩千塊美元 後來他是分割再分割 跟現在的 跟現在的整個 整個 Media揮答一樣 那現在呢 韓國大媽他們很務實 他們就說 既然三星是扶不起的阿斗 那我們就去美國玩台積電 所以想不到線上 這麼多人在看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但又起 今天有個大消息 什麼大消息 華為啊 據傳默默的切進了五奈米 而且呢 切進這個五奈米呢 大家往那一看 還有實力 據傳啊 華為有一個神秘的秘密 供應網絡 而且這些供應網絡 通通是名不見經傳的公司 但這些名不見經傳的公司 可厲害了 為什麼呢 美國的議員就點名喔 包括了深圳的彭新旭 然後森維旭 青島的恩師等等 好多那些公司 都名不見經傳 可是這些名不見經傳的公司 偷偷摸摸的去跟美國下訂單 但重點是這些公司 都不在美國商務部的實體訂單 所以他們買了機台之後呢 據傳默默的傳給了 所謂的華為 這是第一件事情喔 現在第二個罪名 今天剛最新的一個新聞 可能搞不好 連台積電都有事 那為什麼發生什麼事呢 為什麼 據傳華為有一些晶片 可能是台積電做的 可是呢 現在美國是舉證喔 這麼目前才剛開始 在做舉證而已喔 台積電就說我們奉公守法 絕對不會發生這種事 台積電否認啊 台積電說我們奉公守法 絕對不會發生這種事 但重點是 下單的廠商 如果三角轉 又轉回去了 這可麻煩喔 這個可非常麻煩 那為什麼現在會 這件事情這麼麻煩呢 第一個 中國現在買不到EUV 那買不到EUV呢 中國他們就說嘛 能買的我們就買 不能買的呢 我們就自己做 那現在呢 都流行所謂的小晶片技術 小平線技術呢 這個是我們台灣 一開始在做 在發行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技術 3奈米的晶片 可以跟7奈米的晶片 跟28奈米的晶片 跟45奈米的晶片 全部組合起來 組合起來之後呢 第一個便宜 良率高 重點是好用 那華為現在的新機 這個SoC的一個晶片呢 據傳上海的微電子 全世界都去尋過 他沒有即止外光 他沒有EUV 確定 但上海的微電子 他用DUV暴改 那為什麼現在會 這件事情這麼麻煩呢 第一個 中國現在買不到EUV 那買不到EUV呢 中國他們就說嘛 能買的我們就買 不能買的呢 我們就自己做 對 那現在呢 都流行所謂的小晶片技術 小平線技術呢 這個是我們台灣 一開始在做 在發行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技術 3奈米的晶片 可以跟7奈米的晶片 跟28奈米的晶片 跟45奈米的晶片 全部組合起來 組合起來之後呢 第一個便宜 良率高 重點是好用 那華為現在的新機 這個SoC的一個晶片呢 據傳上海的微電子 全世界都去尋過 他沒有即止外光 他沒有EUV 確定 確定 但上海的微電子 他用DUV暴改 然後暴改完之後呢 經由多層的一個加工之後呢 現在連日本人去拆 拆完了他都嚇一跳 日本他們就把它拆完之後 兩顆晶片拿來對喔 用顯微鏡 這樣子一顆一顆的對 跟台積電代工的 5奈米的麒麟9000 居然差不多 居然差不多 所以現在有兩個麻煩 怎麼辦到 這兩個麻煩 第一個 華為怎麼辦到的 第二個 小公司這些 要不要後面來做整個突破 但最重要的是 台積電現在 美國商務部盯上他 台積電說 我們絕對沒有做不符合法規的事情 但如果說中間下單的廠商 有一些中間把這個單子轉走了 台積電現在未來會怎麼走 還是要來看 但魏哲家還好 他已經說了 目前五年健康的一個成長 所以台積電呢 很多人就說 那現在台積電這麼貴了怎麼辦 因為他還會成長 有的要去報 有錢的還是要買 就如同又齊五個月前跟各位說的一樣 我們那時候跟各位說 你要買就是買上游 四家公司讓你挑 輝達AMD 台積電 台灣的鴻海 這四家就是最上游 其他下游的 連肉湯都分不到 不過民眾黨的下游也是肉湯都分不到 我們來看一下 柯文哲的USB解密之後 大家才發現說 這個很多本來是要捐給民眾黨的 怎麼都進了柯文哲私人的口袋裡 而且竟然柯文哲私人的口袋裡 還不掏出來 所以柯文哲真的是非常小氣 現在大家講說阿伯 到底你會不會被起訴 吳宗憲當然講說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九 這一定會被起訴 比真金白銀還要存 對不對 一定起訴 要多說 對問題是現在講說 到底十一月四號會不會 柯文哲會不會被延壓 這個延壓的話 我也告訴你 也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 為什麼我們現在把這個案情 到目前為止 整個做一個分析的話 你會發現 阿伯現在最大的問題 他的錢真的有一個多元長錢管道 什麼叫多元長錢管道 第一個現金 現金在哪裡 我們昨天有講過說 中工集團 衛星集團 最習慣 沈慶慶他們最習慣 就是有跟毒販一樣 叫做死轉手 對不對 我現在錢就是給你做到處搬來搬去 所以才有可能說 那個橘子在出國之前 就叫他去擋部搬錢 是不是就是用這種方法 把錢搬到哪裡 不知道 這是第一個叫做現金 對不對 第二個就是什麼 冷錢包 我們講說冷錢包到底是什麼 大家講說 為不是USB是冷錢包 不對 那個USB是記載金流 不是冷錢包 對 跟那個USB 跟那個冷錢包長得很像 對不對 問題是人家講說 現在查起來USB裡面會不會記載的 所謂的那個冷錢包加密貨幣的私藥 現在也不大有可能 因為常常有私藥的話 檢察官應該就有辦法找到區塊鏈 就有辦法把這些錢的記錄弄出來 所以最有可能的是怎樣 橘子已經把這個私藥的東西 藏在USB裡面 開一個握的檔 記錄在裡面之後 已經把他帶走了 這是把他交回 對 所以你看 這第二個就是冷錢包 或者加密貨幣的一個長錢管道 對不對 第三個就是政治現金 有沒有 柯文哲最厲害的就是這樣 把所有的政治現金洗進來之後 再洗到自己的口袋裡面 那大家都在講說 你看捐了這麼多 現在小省1500對不對 王令玲500 還卸過兩人200 到底這些錢 你有沒有放回去 那個放在那個政治現金裡面 有沒有放在民眾黨的帳戶裡面 看起來顯然是沒有 對 所以我們之前就講過說 既然有這個東西的話 那今天黃國昌到底又出來叫囂什麼 他說北檢如果延壓的話 那叫做丟臉 對不對 蛤 我就覺得說 你現在用政治干預司法對不對 而且到底是誰丟臉 現在難道有眼睛的人看不出來說 這個裡面貓膩問題重重嗎 所以我說黃國昌別再叫囂 其實我覺得我也知道你在幹什麼 你現在喊的話就是說 快點要把他延壓 想說關起來不要抓對不對 接下來民眾黨的黨主席 黃國昌就能夠登基 是不是他的想法 我是不知道 好那我們講過說 現在多元長錢管道對不對 還有曝光的就是他的四大帳房 對不對我們講說 第一個陳佩琪負責的是什麼 家帳 家裡面的開銷什麼東西亂七八糟 那李文聰負責什麼叫做公帳 包括木可公司 中央基金會 新故鄉智庫 還有他的政治獻金 這叫公帳 第三個就是什麼 許子余 他負責施帳 對不對 那現在最有可能又曝光的 最近曝光的 叫做張靖元 張靖元他負責什麼 有可能負責是外帳 所以人家來講說 他會不會是洗錢 所以我之前一直在強調 看是不是核心最簡單的 你有沒有看到碰到金流 沾得到錢的才是柯核心 所以不要在這裡插 插可是現在又曝光說 橘子到底重要性 為什麼人家覺得說橘子 真的是很重要 這個案子橘子 你要是沒有回來講清楚 說明白的話 說真的 你柯文哲真的會被炎壓關到死 為什麼 現在已經傳出來說 社群平台傳出來說 日本的法務省公安調查處 有沒有 已經開始注意橘子了 而且最近有拍到說 他在大阪走路的時候 旁邊還多了兩三個男子 對不對 所以你在那邊 到底還有多少共犯結構 在外面 在幫助你藏匿這些東西 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 橘子現在人家講說 他的重要性真的很厲害 除了我們昨天講到說 他去議會偷拍 藍地議員的辦公室對不對 現在還抓包 所以他常常去拍局處長 你上班如果給我吃零食 打瞌睡泡茶 我就拿去跟柯文哲告狀 對不對 所以你看 他在裡面是 真的是柯文哲的東廠 對一個恐怖 什麼東廠警衣衛 對不對 你今天誰對我橘子 要是不禮貌 或者沒有給他 來跟阿沙子姐 我馬上就報復你 你不要被我頂到 對不對 真的 柯文哲那種酷吏的形象 對不對 說真的會頂他 後來又有人 現在又有人爆料 這個朱澤成有沒有 他說啊 柯文哲同意他到市府工作 對不對 可是他就叫柯文哲說 你跟他安排一下 對不對 沒想到柯文哲說 我們沒有缺了 就這樣一句話 柯文哲就這件事情 就算了 就算了 準鬼水無魂 不管是誰介紹 不管是誰介紹的 都沒有用 沒有用 只要柯文哲說沒缺 就沒有缺 所以你看 柯文哲決定的事情 橘子可以一秒推翻 你就知道說 這個地下市場 是不是很重要 好可怕 我們講到說橘子很重要 還有一個很重要 叫張靖元 現在就曝光說 柯文哲當初在台北市政府的財經小組裡面 成立的 你看這個名單裡面 府外委員有沒有 張靖元 對不對 所以他2018年 對 府內的就是張哲陽 有沒有 還有什麼李德權 蔡碧如 李文忠 都是很重要的人 對不對 那大家講說 那這樣也不能代表什麼張靖元 張靖元 說真的 大家不知道這個財經小組是什麼用的 財經小組是每個禮拜五開會做 決定台北市府裡面的重大決策 對不對 所以被稱為什麼 地下內閣 地下內閣 張靖元 都可以參加 2018年就已經參加了 所以你看 他是不是很重要 而且人家講說 除了這個地下內閣之外 張靖元 2014年的時候 柯文哲就要找他當副市長 那為什麼 那個張靖元都一直在推遲 他為什麼推遲 他很聰明 他不願站在第一線 對不對 你柯文哲用完極丟的個性 我也很清楚 我幹嘛去幫 外面幫你扛子彈 當包圍 對不對 所以他就靈魂在第二線 對不對 第二線反正我可以操控你 對不對 而且你知道嗎 人家講說 有可能張靖元 還是他的地下市長 為什麼 諾多地下市長 那個地下市長 現在曝光起來 這個是負責失誤的 局支付的失誤 這公務的話 就是張靖元 為什麼 當初他們的 幼兒卡董事長 總經理還有幼兒卡 投資公司的董事長 甚至財政局長 全部都是永豐軍出來的 張靖元是什麼 永豐軍前總經理嘛 所以這些人 是不是他帶進來的 對不對 所以人家才講說 他是地下市長 而且參與決策核心 而且說後來 那個什麼 求真民調 大家都知道 現在一財政裡面 他給求真民調的民調 990萬 一場民調 要150萬到200萬之間 什麼民調恐金 對不對 而且他民調 果然是恐金 因為你 明明第三名 就變成假老二 你看 我可以把你拼到第二名 所以你看這之間的關係 是不是不言可遇 好啦 那講說 現在很重要的 他一直曝光 你說柯文哲會不會延壓 我一直在強調 百分之百延壓 因為這個新市政 慢慢一直爆出來 那現在最新的 又有一個什麼 黨部的那個攝影機 有顆鏡頭 竟然被裡面的黨工 給偷走 黨工現在被抓到 他是講說 因為跟同事發生口角 才會偷器材 我是覺得 不是啦 對不對 你柯文哲去募的這些錢 我剛才講 一千五 五百 兩百 你有放進私人口袋嗎 還是放在工庫裡面 當然私人口袋 對嘛 你放你這個 這麼大的錢都可以 我拿一些小型的 為什麼 這個攝影機 照相機 竟然五萬塊就賣走了 雖然說價值二十萬 五萬我就逆逆買他 為什麼 上面的人 揚這麼大條 我揚一些小條 為什麼 所以他也不是很在意 所以人家講說 民眾黨整個都 一點紀律都沒有 而且什麼 人家講 上糧不正 下糧歪 你柯文哲去募的這些錢 我剛才講一千五 五百 兩百 你有放進私人口袋嗎 還是放在工庫裡面 當然私人口袋 對嘛 你放你這個 這麼大的錢都可以 我揚一些小型的 為什麼 這個攝影機 照相機 竟然五萬塊就賣走了 雖然說價值二十五萬 五萬 我就逆逆買他 為什麼 上面的人 揚這麼大條 我揚一些小條 為什麼 對不對 所以他也不是很在意 所以人家講說 民眾黨整個都 一點紀律都沒有 而且什麼 人家講上糧不正 下糧歪 就是這個道理 關鍵人物橘子 他的人員真的很差 我們在第一時間橘子 訊息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幫他講話 就是感覺說 他可不是客運車的 戴罪羔羊啊 但我們是外部人嘛 結果這兩天 內部跟橘子 有共識過的人 紛紛把很多訊息傳出來 我給大家看這一個 LINE的截圖 這個截圖啊 溫朗東有收到 我也有收到 很多人都有收到 所以我跟你講 你會讓一個人 憤恨到到處傳 代表以前真的 欺負人欺負很多 其實怎麼樣 第一個 他說外界把他美化無辜 錯了 他就是撩壞了 他的工作就是 幫柯文哲打小報告 而且喔 讓議員 在議會質詢 市長室的狀況 剷除橘子討厭的人 很恐怖耶 金牌小密探就這種嘛 這個 閻落放坐隔壁 你對我不好 我就跟議員講 幫你叫去議會電音 鬥爭市長室 你不喜歡的人 甚至我覺得這裡 真的超扯 他說 只要有人 惹他不高興 他就直接 把BB卡給弄掉 讓他進不了門 哈哈 市長雞阿密 怎麼被鎖在外面 能看嗎 這第二個 所以他有鎖門權 鎖門權 聖沙大權 蔡壁如你有鎖門權嗎 陳志安你有鎖門權嗎 沒有 所以橘子批你們大尾 可以把人家鎖在外面 哇 再來第三個 另外會跟市長室內所做的什麼事 讓議員施壓辦公室 府內像螃蟹橫著走 然後難怪負責偶者聯盟會越來越龐大 最後一點我覺得最恐怖 他說柯文哲要換局處首長 一定會征詢他的意見 看誰可以升官 誰不適合升官 我說到這個的時候呢 我問這個當事人 因為他跟橘子有共識過 這是不是真的 他說千真萬勸 所以憤意真的很深 這個怨恨真的很強 橘子人員真的很差 好就請到仁俊 現在怎麼連黨工都要把黨的資產 偷走拿去變現 可是坦白說 現在民眾黨只能啞巴是黃蓮 你要追究他嗎 不是先追究柯文哲嗎 那個兩百萬怎麼沒有進黨部 怎麼進你私人口袋 所以這不是上行下效嗎 所以現在怎樣 是會訴訟胡孫散喔 不是這個當然很奇怪 這個新聞一出來的時候 說什麼民眾黨黨部 有人去偷東西啊 他會覺得很怪 為什麼民眾黨黨部 開什麼玩笑 當時檢調進去的時候 還找許甫來開門 那個暗暗暗暗 搞到暗暗暗錯了這樣子 現在民眾黨只能啞巴是黃蓮啊 你要追究他嗎 不是先追究柯文哲嗎 那個兩百萬 怎麼沒有進黨部 怎麼進你私人口袋 所以這不是上行下效嗎 所以現在怎樣 是會訴訟胡孫散喔 不是這個當然很奇怪啊 這個新聞一出來的時候 說什麼民眾黨黨部 有人去偷東西啊 他會覺得很怪 為什麼民眾黨黨部 開什麼玩笑 當時檢調進去的時候 還找許甫來開門 那個暗暗暗暗 搞到暗暗暗錯了這樣子 那所以你看這個新聞 他現在講說查出來警方去查 而且看什麼 看監視器畫面 我跟你講第一個 我如果自己東西不見 我知道辦公室有攝影機 我就直接先調攝影機起來看就好了 就我一定先自清嘛 而且當時民眾黨 還把他們那個錄影的畫面 對不對 把它公佈在大家面前 為什麼他們要講說 北檢來把我被軟敲 還可以上那個字有沒有 上字卡說這個位置誰的 這個位置是誰的 其實老實講 我那時候看到那個畫面 我也覺得怪你知道嗎 現在很多辦公室都不太喜歡說 什麼老闆在上面裝攝影機 你這邊辦公後面監視你是怕幹嘛 這個很奇怪 但民眾黨黨部是這樣 好那也就算了 現在說偷東西的是他們自己的 這個黨工 是他們黨員 那這也很奇怪 任何人都可以這樣進出嗎 對不對 你這樣子來來去去 你都沒事情嗎 更奇怪的是他說 他說因為跟同事曾經發生口角 所以才會去偷機器 我如果跟這個學友哥 我就要報復學友哥 我欠他的東西 我就把它藏起來 誰會想到我把他東西欠 拿去變線 把他賣錢 賣錢錢是我的了 這個理由怎麼說都說不通 所以我就講 民眾黨這件事很怪 他們現在講很深 不是我們禮拜一上班的時候 會發現民眾黨黨部裡面都清空了 都被搶光了 不是啊 而且他說九月的東西都不見了 你知道嗎 他說到最近要用的時候 才想到去 我們就講啊 你如果是自己的東西 就鎖在自己的抽屜對不對 你就沒事看 如果是公家的東西 通常都有保管人 沒錯 保管人在幹嘛 所以民眾黨現在生氣 我就講 這個氣我認為應該要 第一個 他今天有人偷東西 你有抓到 因為要報警 一起來看監視器畫面 可是我就講啊 你們當時那個李文中 對不對 錢摸來摸去 那個淨總的李文中 把錢拿給木可的李文中 你應該時間就告他 亂搞嘛 徒利嘛 不是橘子都已經去黨部搬錢了 還背信 他們又否認嘛 有沒有 他說沒有搬錢 簡單嘛 監視器畫面拿出來 看看就知道啦 橘子有沒有去黨部 我就問這個問題嘛 橘子有沒有去黨部嘛 如果都沒有 你說沒有 我們侵察過的時候 有監視器畫面 橘子沒有來過黨部 那黨部就是暗號了 為什麼外界會有這種聯想 因為現在暗號真的太多了 你知道嗎 就這些東西真的太複雜了 我就回來講吳宗憲 這幾天啦 對啦 對 那到底那個 柯文哲有沒有去跟他講說 USB怎麼辦 好這個其實是 黃偉翰一開始的時候 他先講嘛 他說什麼 這個吳宗憲親口跟他講 他說他有問他嘛 然後吳宗憲就講說 有啦 這個柯文哲 那個時候有在問他 問他說什麼 那個什麼USB的事情 這樣子 那結果呢 今天就變成兩個人 各說各話 為什麼吳宗憲今天早上很生氣 你知道嗎 他就說呢 我沒有講過的話不能這樣講 他說我蠻瞎的 他說兩個也不認識 還特別強調說 飛機上這個兩個人坐這邊 一個坐後面 說我見到柯文哲的時候 旁邊至少都十幾個人 而且他還說什麼 他說有人提任何問題 都不是專對他來問 而且用閒聊的 他如果有講話 就一定是用撿幫的SOP 我先講吳宗憲的這一段 吳宗憲沒有否認 他其實有談過柯文哲的司法案件 但他只有講說什麼你知道 他講說我沒有私底下 所以他還講說 嗯 你們講我什麼柯文哲 黏的我黏緊緊的 你們看當天的狀況就知道了 可是他有說 他不認識柯文哲 他這個講法 這是他的講法 但現在問題來了 因為踢爆自己 因為他還講說 我不要隨人家起舞 黃偉翰後來道歉了 黃偉翰的道歉也很特別 黃偉翰說 我是一個多月前 在一個多人的場合 意思是什麼 不是只有我聽到 中憲你要想清楚 我聽到他講花蓮的事情 中憲自己沒有公開說過 我不該講出來 造成中憲的困擾 昨晚我已跟他致歉 黃偉翰這個也是來來去去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聽到 多人的場合 再來就說什麼 我今天跟你道歉是為什麼道歉 我沒有說錯話 你只是因為你沒有公開講 你只是私底下講 沒有公開講 而且你知道嗎 黃偉翰後來 那個社群裡面 他又繼續寫 他寫說什麼你知道 他說呢 在他寫這個訊息 稍早之前 這個吳宗憲 有傳LINE給他 跟他講說呢 我講說 不要跟人家什麼起舞 編劇什麼 我不是說你 我講別人 你們兩個也很辛苦 我老實說 你們兩個也是很辛苦 所以你看到這邊 他說呢 講的是後續 人家講的這些評論節目 不是講我 黃偉翰 其實老實講 偉翰兄的這個節目 民眾黨的人很會願意去上 所以他跟民眾黨之間 事實上也不是沒有聯繫 人家也會選擇上他們的節目 那問題來了 我剛為什麼講說 編劇這件事情 民眾黨在過去的時候 只要聽到USB 立刻就講你們胡說八道 你們編劇 阿伯 你怎麼可以跟吳宗憲講USB呢 而且你講的那個時候 媒體還沒有寫呢 對 民眾黨應該先第一個出來 黨主席柯文哲 請你不要再講USB了 你不要再自己編劇了 國民黨立委 吳宗憲 不要再編劇了 你怎麼可以討論阿伯的事情呢 阿伯是誤罪的 甚至還講說柯文哲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起訴 你這樣對民眾黨來講 很壞 民眾黨應該講說 喂 安兄 不可以這樣子 怎麼可以講說你們私家 都在談阿伯有罪呢 阿伯是誤罪的 這個我老實講 現在看起來民眾黨的亂 都是什麼 我願意相信柯文哲的律師 會謹守律師倫理規範 也就是說你不可以跟案件 當事人之外其他去討論這種 你們的這個案情 可是呢 那民眾黨一片到晚在回應的東西 你們從哪邊聽來 這個 我們也很